杀人如麻的亡灵法师师神殿死后 穿越到了一个刚被杀手割喉的少年身上 刚来第一天就把女主捅成僵尸 用骷髅大军给了现代杀手们一些异世界惊吓 作为反穿越无敌龙奥天 布尔卡的愿望却很简单 只是想要在这里过上平稳的生活 被捅成串串若死而复生的美笑也是个不正常 体验到死亡滋味的她对布尔卡可谓是一见倾心 布尔卡和开黑道中介屋的克拉里莎合作 杀手美笑和技术宅将都被克拉里莎借给了布尔卡 住进拷问大楼帮助她熟悉这个世界 布尔卡这具身体还是有家人的 所幸现在是暑假时间 布尔卡以追求自我为由 把原生的家人糊弄了过去 接下来只要定期系上一张明信片就万事大吉 虽然这看起来真的很像那种混淆死亡时间的骗术 关于家族成员 她除了名字什么都不知道 语言这种东西还好说 但是回忆终究不是属于她的 基本上很难被想起 她之前这些美笑也只是因为死前的记忆太过震撼 布尔卡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 盖尔德伍德教团 那群将她视为邪恶之物与除之而后快的团体 她在原本的世界里是一具名为狮神殿的巨大骸骨 美笑听了直呼牛皮 布尔卡准备去找委托美笑杀死原主的人要个交代 我是克拉里莎接的 但是鉴于保密义务克拉里莎拒绝回答 作为补偿免去了这顿大楼的租金 并且表示今后都不再承接杀害她的委托 这样提醒她 从事杀手中介的可不是克拉里莎一人 不过撇开驴鼠军团 应该没有人能解决掉她这种破格对象 这样问布尔卡 会杀掉她的美笑共处一事不要紧吗 布尔卡无所谓 反正被杀的不是她 而且布尔卡本人都说要原谅美笑了 这样问她是不是遇到了原主的灵魂 结果布尔卡一指将 从昨天就无法操纵的无人机 正主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因为当时原主的灵魂留在体内 布尔卡只能让对方附身到离手边最近的物体上 怪不得这无人机翅膀不转都照飞不悟 先不说戒不戒的问题 布尔卡如此轻松的将人的灵魂随意置换 这样将更觉得毛骨悚然 在布尔卡眼中 人命不过是玩具 既然决定在这里安稳的生活 布尔卡就得先找到合适的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 这时有客人上门来找美笑 委托她去解决一群杀手 美笑本想拒绝 布尔卡却突然蹲在男人面前 说这个委托 她接下了 既然布尔卡都这么说了 美笑也没有意义的跟着一起去了 男人将他们带到一处偏僻的废弃厂房 这里躲藏的杀手 都是被美笑干掉的仇人的同伴 进到这里 美笑毫不犹豫的冲了上去 而杀手们也早有防备 设下埋伏 这群半吊子完全不是美笑的对手 被美少女三两下 齐齐放倒 却没想到 委托美笑出手的男人 却在背后放冷枪 这本来就是引出美笑灭口的用儿 男人让他们赶紧把美笑解决了 自己去对付 在路边自言自语的布尔卡 却没想到 身中致命伤的美笑 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爬起来 抡起杀手就往外扔 他现在 可比以前结识了不少 将问布尔卡 是不是早就知道是陷阱了 布尔卡摇头 说自己只是接受了委托 那些缠绕在男人身边的 小孩子们的委托 弟弟凭空出现一只骷髅巨手 将这群恶人 连同整块地一起捏成了球 他们再也无法杀害他人了 经验得到满足的孩子们 渐渐消散 布尔卡知道 自己这么做 没有帮到任何人 他只是在泄愤 所以不用给他报仇 回家后 美笑掀开衣服一看 自己被打中的地方已经愈合 看来他真的变成了某种怪物 将问布尔卡为什么要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生命对他来说不都是玩具吗 生命确实是玩具 但是他喜欢玩具 因为他们能给孩子们带去欢笑 所以他绝不会让他们被那些 所谓的命运造化加以玩弄 这下将明白了 布尔卡与他们的价值观最大的差异 不是对生命的态度 而是对玩具的看法 虽然布尔卡确实是个危险人物 但当时冷漠的让布尔卡去死的自己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了 这样将情况报告给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表示 自己确实不准备再承接杀掉布尔卡的委托 而且那些逃掉的残党 也不用担心 男人准备抄家伙带兄弟去找美笑复仇 却在据点遭遇了神秘人的袭击 克拉丽莎并不担心布尔卡 并和委托人断掉了联系 布尔卡很溺爱小孩子 只要有了这个弱点 就很好被掌握 金发男来酒吧喝酒 和酒保聊起最近街上多了很多敲竹杠的店 怎么不见克拉丽莎 酒保表示 克拉丽莎上夜班 半夜才回来 和之前的排班不一样 金发男就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吓得酒保差点摔了杯子 含糊的糊弄了过去 金发男又提起 昨天大楼火灾发现骷髅的事 还手剑的去摸路过服务生的屁股 被保安拎起来揍 美少女的身体变成僵尸 因为有防腐和修复的效果 所以美少女的身体还和之前一样 只是力气会变大 灵敏度会降低 就算受了重伤 只要吃生肉就能痊愈 破真假使的肉食性女孩 而且作业还有很强的麻痹效果 被咬到的人会暂时无法动弹 下一秒 波尔卡就被美少一口放倒 美少试图勾引将也咬她一口 可惜纯正二次元宅男 才不会被三次元献冲女吸引 顺便大骂美少是个怪物 动弹不得的波尔卡想 这个世界也有和那个灾恶毁灭者一样 超乎常理的怪物吗 深夜黑衣人来到废弃厂房 手下用力震开了波尔卡柔成的尸体球 警察听到枪声前来查看 只看到满地狼藉 黑皮男一杯酒喝出六万日元天价 为一群壮汉左右为难 于是边道歉 边把敲竹杠的几人打到满地是血 烂醉的金发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只能一脸不满的离开酒吧 波尔卡渐渐从麻痹状态恢复过来 美少对自己新增咬人技能很是满意 以前他都是用钉枪让对手失去行动能力的 这下又能省下一大堆钉子了 杀手锏怎么都不嫌多 这样说 比如他将杀手捏成球的那招吗 波尔卡解释 其实里面的人都还活着 只是会失去理智 他有在克制自己不失手杀人了 金发和黑皮一起来到废弃厂房前的诡异现场 从球中被放出的人四肢全都被打成了绳结 他们隶属于新宿警署生活安全科 第三资料编辑系俗称三传 专门处理被称为灾恶的超自然犯罪现象 很多他们处理过的灾恶不是被捕 就是已经确认死亡 如今只有死神 驴鼠军团 以及复火之虫三个灾恶仍旧逍遥法外 再加上火灾现场出现的骷髅人 以及人体神结 他们在人体神结附近发现了一枚脚印 与驴鼠军团一致 短时间内出现了两件灾恶事件 绝不能置之不理 火灾现场的骷髅 他们做过专业的影像分析 并非是什么合成影像 而且孩子们确实诡异的得救了 虽然负责超自然犯罪 但系长颜野木仍旧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迄今为止的灾恶 他们都有合理的办法进行解释 他们负责的案件中 从未出现过怨灵和魔法师 灵异事件的背后一定有人类作祟 只要对手是人类 他们就有办法处理 这可不一定 打赌 你马上就得遇上主角 布尔卡向原布尔卡的灵魂 转移到了鲨鱼玩偶身上 这样的宝贝无人机 这才物归原主 美校对超可爱玩偶 完全没有抵抗力 真布尔卡得到一顿美女洗面奶 当场升天 见他们沟通困难 布尔卡表示 可以让玩偶正常说话 但需要一副新鲜的人类生带 红头制作生带太耗费魔力 这个世界大气中灵力稀薄 他补充魔力只能靠灵体 王者想要留在世上 所需的能量超乎想象 比如留恋怨恨等情感 而死灵法师能够通过雏灵 将这些能量转化为魔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所在的这栋大楼 蕴含的魔力密度 比古代战场都还高 不过这种地方 也不会再有第二处了 布尔卡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魔流石 也就是俗称的宝石 如果能拿到易水桶宝石 他就能在这个世界 靠魔法随意的赚钱 可怜易世界铺楼 对这里的物价一无所知 放了珠宝殿之后 被天价吓得当场土魂 在他原本的世界 宝石非常便宜 是连小孩子 都能负担得起的程度 结果到了这里 要把一间店的宝石买下来 每个40亿都搞不定 布尔卡只能失落离开 虽然他也可以无视柜台 直接吸取魔力 但是那样宝石会碎掉 他也不想给店里的人造成困扰 而就在这时 跟随着布尔卡 跟美少的无人机 突然拍摄到了 黑皮男黄赖的踪迹 这样大呼不妙 已经来不及了 黄赖一跃而起 抓向无人机 爷爷木又来到酒吧 寻找克拉丽莎 在火灾发生时 中介屋正在行动 而且有人还目睹了 这样的无人机出没 再加上人体绳结 那些人的老大 是克拉丽莎手下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 他想知道克拉丽莎的组织 到底在其中涉及了多少 黄赖一把捞下无人机后 美少提醒布尔卡小心 对方明显是个狠角色 黄赖明显认识 无人机背后的将 既然没打算纠缠布尔卡和美少 将原本是打算保持沉默的 却没想到 布尔卡突然开口 说那无人机是他朋友的 黄赖笑眯眯地拍上布尔卡的肩膀 让他和将绝交 和那种垃圾人渣混在一起 他也是会变成人渣的哦 这句话瞬间惹怒了布尔卡 要和谁做朋友 是他的自由 布尔卡瞬间爆发的力量 让意识到危险的黄赖急忙后撤 黄赖耿三郎 虽是警察 却远比街上的流氓危险得多 过去将在担任 愚者连队情报商时 黄赖在他面前 把发明武斗派成员 一瞬间给血迹了 将提醒布尔卡 千万不要使用力量 黄赖相当敏锐 一旦被他盯上 就别再想有什么安稳日子了 黄赖问布尔卡 是将主动要和他做朋友的吗 整天将友情挂在嘴边的人 才最可疑 他的父母 难道没有教过他吗 布尔卡表示 他很小就被父母卖掉了 被鲨鱼拍头提醒 才解释 那都是前世的事了 黄赖对布尔卡 越来越感兴趣 美孝经常出入 克拉丽莎的店 很容易被认出 要是布尔卡在卷入其中 就大事不妙 将主动拨通了黄赖的电话 表示美孝和布尔卡 都是员工家属 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关系 并调来了周围的 无人机拍摄 以警察暴力执法的影像 做威胁 让黄赖放人 黄赖咧嘴一笑 撞着他不在面前 就拽起来了 当初那个出卖同伴 会在他脚边 愿意供出一切情报 求饶的他呢 黄赖告诉布尔卡 将可是为了自保 会毫不犹豫出卖朋友 只要给点钱 就什么都说的犯罪者 布尔卡反问 就算将再不堪 也应该比现在的黄赖 要好得多吧 黄赖心中一惊 这小鬼果然不是普通人 如此沉重的气势 简直就像是 身经百战的军人 不愿意再让黄赖深究下去 布尔卡扭头 寻求美孝的意见 却发现对方已经不见了 美孝突然出现在黄赖身后 对着他的腹部就是一脚 僵尸的力气 可不是一般的大 黄赖半天都爬不起来 美孝趁机拽着布尔卡就跑 原来 刚才叫发了消息 让他们趁机逃走 虽然很高兴 布尔卡维护他 但如黄赖所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一旦小命受到威胁 就会毫不犹豫 供出他们的情报 布尔卡却说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比朋友的秘密 来得更重要 前世与他为敌的教团 有一种能强迫他人自白的法术 所以对他来说 被出卖 还挺稀松平常的 黄赖顶着腹肌上的脚印 回系里找同事调查 何川表示 不用调查了 这样的脚印他都看腻了 是人体节省现场 除了驴鼠军团外 最重要的证据 黄赖脱下衣服 准备疗伤 他的背上是满背的老虎纹身 接三转的人闹哄哄 同事都以为 他们找到了驴鼠军团证据 驴鼠军团是在五年前突然出现的 杀人护卫抢劫 只要给钱 无所不作 也被称作万事巫 老警察说 那是个货真价实的怪物 明明连冲锋枪都用上了 那家伙却在枪林待雨中 拧断了所有人的脖子 之后三转接手了 对驴鼠军团的搜捕 虽然掩掩目 是个仕途不顺的乖僻男 但其实也是个很有骨气的 而此时 有骨气的三转戏长 站在酒吧里酗酒 在两位小姐姐的恭维下 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他没有搜索票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打听情报 眼眼目最寻寻的问 死神是不是克拉丽莎的手下 然后又说起了之前 围捕驴鼠军团的事 虽然都是警局内部保密的情报 当然 他们这里也不是家单纯的酒吧 眼眼目就是知道这一点 才会来挑衅的 克拉丽莎刚想提醒布尔卡他们小心 郑主就悠哉悠哉的进了酒吧 而就在这时 眼眼目收到了荒赖发来的 关于神结案的情报 正好和眼前的美孝完全一致 眼眼目不怀好意的将两人请过来套话 从来没喝过什么好东西的布尔卡 抱着果汁 留下幸福的眼泪 将突然联系布尔卡 让他们赶紧从后门离开 但是已经晚了 荒赖带人直接从正门进入 要对美孝和布尔卡进行审问 酒吧突然停电 眼眼目以为是克拉丽莎耍的手段 但其实这件事还真和他没关系 借助亚眼 布尔卡准备带着美孝趁乱离开 而就在这时 眼眼目 荒赖和布尔卡同时愣住 克拉丽莎点燃火柴的瞬间 一个绷带男从楼上跳下 而他正是大名鼎鼎的驴鼠军团 我们下雨的驴鼎鼎都把他打开 明天使用服务好 我们下雨的驴鼎鼎